世界首富貝佐斯昨天晚間搭乘太空船 飛向距離地表一百公里的宇宙 完成他的太空之旅 回到地球時 他非常興奮 形容這是有史以來最棒的一天 之後更感謝亞馬遜的員工 跟顧客幫他的太空之旅買單 沒想到他的這一席話 捅了馬蜂窩 在網路上惡評如潮 一走出艙門就興奮急掌 世界首富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 美國時間二十號搭乘自家藍色起源的太空船 飛到距離地表一百公里外 大氣層與太空界線的卡門線後 順利返回地球 完成首度太空之旅 貝佐斯的太空之旅僅約十分半 但已經樂到不行 他表示在無重力狀態下漂浮 真的很驚喜 旅程遠遠超過期待 是有史以來最棒的一天 沒想到這番話引發不少人反彈 多位美國民主黨籍議員就發推文抨擊 亞馬遜員工 真的付出很多代價 他們工資不高 工作環境瘋狂又不人道 疫情期間送貨司機 連醫療保險都沒有 網友也很批貝佐斯 靠剝削員工才有錢上太空 說出這些話完全顯示他得意忘形了 公視新聞 徐萬寧編譯 沒有人出借 nor 是有史以首制 也許 那又是神經